你好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告诉你2022年3月上升水平座的预测 这是行星在过境中移动的图表显示了当前行星的位置 木星和太阳座在第一宫 太阳将在3月14日进入你的第二宫 第二宫和第三宫没有行星 拉狐座在第四宫 第五宫第六宫第七宫第八宫和第九宫没有行星 刻图坐在第十宫 第十一宫没有行星 土星水星火星和金星位于第十二宫 土星是你的上升点土星是你第十二宫的主宰 土星坐在他自己的黄道上 此时你正在经历土星萨德沙地的第一阶段 因此你必须面临生活中的挣扎 你会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失败 在此期间您的健康状况会很差 腿痛会继续 木星是你的第二宫和第十一宫的主宰 木星在你的上升点 因此你会从你引起的疾病中得到缓解 木星位于上升点会增强你的健康 木星从他的第七个角度看你的第七宫 因此你们婚姻中的分歧将得到解决 运气会支持你 你会享受你的学习 太阳是你的第七宫的主宰 太阳将一直在你的上升位置直到3月14日 当太阳进入你的第二宫时 你的开销会增加 您的积蓄将被花光 你的话会变得很苦涩 家庭会有分歧 注意你的饮食 火星是你的第三宫和第十宫的主宰 火星在你的第十二宫 不管你怎么努力 都不会得到应有的结果 你的工作不会被重视 火星在高位 你的钱会花光 宗教旅行也可能发生 你会在工作场所遇到麻烦 你的工作场所会有差异 你也可能失去工作 商人可能会蒙受损失 生意上可能会出现问题 金星是你的第四宫和第九宫的主宰 金星坐在第十二宫 金星在第十二宫变得强大 在此期间 您不应该购买新车 你不应该买新的房产 因为你的第四宫有罗呼 因此你也可能被骗 四颗行星 土星 水星 火星和金星都在你的第十二宫 从第七宫的角度看你的第六宫 因此 你可以在竞争考试中取得成功 你的敌人会消失 疾病和疾病也会结束 你可以向任何你爱的人求婚 你会在爱情中获得成功 你也可以有一个爱情婚姻 你会得到姻亲的支持 念诵这个土星的咒语 所以这个2022年3月的上升水平做预测 有关更多此类信息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